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主持 阿耶 又說二 我們今天不是說動畫 又不是說漫畫 更加又不是說遊戲 難道說十八禁這兩個人 當然不是啦 我們還有很多東西說的 也不是大家很怕說書的 說到那次說書 你先說一下 我們今天是說花生 說花生 就不是說網台的花生台 又不是說Facebook的 甚麼遊戲壇業界的花生 不知道甚麼 今天要說就是路邊寫消息 因為交易已經完成了 所謂香港金融市場的地方 我們說這些是非常合適的 今天要說就是 現時點 In's Point 物權逆手事件 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出街當日 我們是星期日 錄音時間剛剛那個星期六 大家都知道這陣子 旺角人很虛陷 很多人去購物 那旺角來說 對於買這些ACG 或者購物的地方 有些甚麼呢 或者我們普通話說 叫舊屋 舊屋的地方有些甚麼呢 我們有信和 我們以前有個星際 不知道算不算有 當是沒有 你會有街旺 你會有好景 甚至好景樓上 以前的邵曼 現在都有的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遠一點 現時點 現時點其實算有華地 不算是旺角的 即是你論上 以你通明 即是你以前 旺角掃街遊 即是在這間店 現時點是屬於 山卡拉的地方 即是不屬於主要路線 我記得 在接近十年前 當時還沒說到很熟 買東西方面 不算是一個很老手的人 都會好奇 旺角買Figga 要去哪裏買 然後就會查 當年已經有討論區 然後見到有些人就說 你怎樣走呢 你就在地鐵站A出口出去 然後就去街旺 去完街旺 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叫你去仙達 因為仙達有個別幾間 都可以走一下 走完仙達就直下去 路經電腦中心 或者是星際 去到信和 去完信和就去後面的 月租船 還沒有新的那間 那時候還沒有 那時候叫你上去兆曼 不知道十幾樓 然後如果你再要走 就再走進去好景 然後就可以走到油華地鐵站 走 就沒有提供現時點 這就是當年我進去閘的時候 一些路手帶我走的路線 基本上是出聲地 從油路線就是這樣 或者你遇到人 要聊天 就會把這條路線又走一次 那就可以走了三四個小時 慢慢走到吹水 三個小時 比你走兩轉有多 所以就會有這個說法 當年來講 現時點都不會被包攬在內的路線 現時點你當是摩坑的附加任務 你可以去可以不去的 是秘境來的 那我們今天要說什麼呢 我們今天就不是說現時點的輝煌歷史 我們今天先說了 有馬說了就是 現時點的業權問題 但是呢 又要理身一點的 今天說話呢 首先跟我的作家沒有關 我們兩位當然是不會有錢去買店 也都沒有認識任何人去買店 那另外一個就是什麼呢 上述消息呢 未完全經已證實 那純粹路邊寫 花生總合 加小道消息莫名其妙 那沒有任何的特別來源 那所以呢 可能對可能錯的 錯就不要找我 你可以當對就當聽一下花生 那我們今天可以叫動漫 本節目屬於個人意見節目 我們今天動漫花生 嗯 那跟任何花生台 或者叫類似花生台字眼的東西 都是沒有關的 那所以你反花生也好 都沒有關我的事 好了 我們講到今天的事 那時懷是什麼呢 這件事的起因 即現時點 作為人前比較留意的東西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的 特別來說 你說有什麼東西 在現時點才可以買的呢 基本上 現時點大概是 這三四年開始才旺翻 即是主要你會見到 可能是賣卡啦 一些懷舊的玩具 漫畫都是這些 是啊 懷舊的玩具 這個重點 卡普 另外一樣東西 因為以前 你說信和那些卡普 其實都幾老 以前信和卡普 幾老舊 是 現在好像撿到 只剩下地庫 和二樓 一樓 所以現時點 即是新玩卡那一代 其實是一個地方來的 那如果你說 從這個商業立場去考慮 現時點的好處就是 租便宜 實際租值就不會說的 但是 你當是接近雙倍 即是接近雙倍 甚至超過雙倍 看大小 你要知道 現時點的舖 很小的 有些可以 小到四十多尺 又有 對啊 轉角位 現時點的舖 很奇怪的 有些很細小 很電話亭 可以變身 出來就算 但那個也叫舖 所以現時點的舖 便宜到 你去做物技 你未必要做Footer 你做Party物技 你都可以租一個舖 你可以想到 其實舖是小的 是可以很便宜的 那你跟信和去比 基本上是沒有得比的 即是就算你跟同樣大小的比 當然也有個因素 就是引流 地段 這個絕對影響 我們以信和為一個standard 其他商場就不再說了 因為各自都有其他的問題發生過 或者已經不太存在了 剛才說的那條路線 例如邵晚 都存在過的 存在之力沒有了 不會到12點回來的 好了 這個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時衛11月的11日 有新聞出來了 就說有一位投資者 資深投資者 那樣叫 人名又不要開了 隨便 這位資深投資者 斥資2.55億 大手收購現時點 122個鋪位 沒聽錯 122個鋪位 其實你覺得沒什麼所謂 商場買買買買買 現時點對面也有個死人商場 也被人收購了 那間是商場來的嗎 不知道 總之他被人買了,然後去翻新搞一樣搞一樣,然後搞一下不知道搞什麼 大家會在那裡怕,咦?現時點會不會報他的後塵呢? 問題一,現時點會不會學他呢? 現時點官方好像不知道Facebook還是什麼說過的 現時點我們現在是賣店的,但是我們不會趕你們走的,趕商店走的 也不會把商場重新改建,大幅不知怎樣改改改改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好,我們來個Q&A時間 現時點有多少間店? 現時點一樓有81間,二樓郵有81間 我不當你上面那層酒樓是什麼了 兩層樓162間,這位投資者買了122間 簡單點說,他的業權不是買光的 所以你說他的商場可否大幅改呢? 就不行的,因為有40個都不在他手裡 那你改什麼呢? 那所以呢,那些說法就不是官方跟你說 大家放心,不用改,是他改不到而已 因為他開頭新聞說他會斥戰幾多億他翻身 當然啦,他不是這樣說而已,那實際上做不做這件事呢? 翻身翻身,外場也要說廣告位值錢的嘛 那問題來了,那40間店是什麼呢? 即是店舖名或是什麼,我們就不管了 亦都不方便去說,想知道不知道也好 那原因就是那個感覺好像收購重建那樣 即是有些釘子戶用國內的說法去說 搞到業權不足啦,那你不可以整個商場 那你就不會做到好像對面場那些 整個商場改過了,然後不知為什麼 又搞不知什麼大舖在裡面,奇怪怪的那些東西 那就做不到的,因為他0044有個號位 那業權不是他,他根本就不能把這些東西推到 從來再整個 那問題來了,為什麼他不買光呢? 這個只是估計而已 他那個商場剛才說了12樓,162個舖位 為什麼本身賣給他那個不是大業主呢? 沒事的,信和那些其他商場都有類似的情況 業權不是統一的,有其他,即是有不同的人 以現時點為例,現時點曾經在1997年 將部分的舖位出售 即是類似這次的事件 故此有大概40個舖位 是不是在維持大業主手上的 所以業權分散了 所以這次賣呢,就賣不到他們 所以他就只賣到162個的122個 這個就是那個背景資料 但問題來了 他現在122個舖位 那就賣了 賣上個星期賣了 好像說 中原的消息 超額營透三倍 他說是說三倍 好像說三點幾 因為他說入票入了400張 你說入400張,但只有122個 都不算很誇張 買新盤或是買居屋 他們都是炒了 不一定是誤會的 大家都覺得很滋擾 我想這個就不會否認 近來去過現時點的人都會知道 為什麼突然有些人站在那裡 應該不是來買東西的人 然後跑黃的位置 不知道為什麼 就變成像黃電的WiFi位一樣 問題來了 又是那句 他賣了 他很有趣的 他的價錢真的做得很漂亮 他就斥支2.55億 他就說現在賣了 他現在的說法就是 他最小的尺數 42尺 都好像說160幾萬 他現在就估計 他現在賣了這堆舖位出來 就可以收回3億多 換句話來說 其實他斥支的價錢 和他買入有錢賺的 但問題來了 那些小的舖子 其實租值值不值這個呢 為什麼會吸引到投資者呢 據當地的說法 或者道聽圖說 你買了一個舖子 那我們的商場會會翻新的 翻新呢 就會加租啦 當然 加管理費也要 加完租之後呢 大概又不知道多少錢 那你對比賣價呢 回報就有多少厘 多少厘 那你聽下去 Anyway 總之好過做定期啦 就是物業投資這些 那大家都感覺到 買舖位 買磚頭 香港沒有死錯人的 大部分情況 大部分情況都好像是 幾百成會死場 那兩成會死路金 那些呢 就是什麼 短裝那些 不知道 會有這樣的感覺 但問題來了 於是就有大量投資者所謂入貨 大家就騙了 當年那條特殊路徑 不是特殊路徑 即是購物旅遊徑 即是物理好徑 那種 勝利長有路徑 隨便 那根本就不包括現時點 那你說好啦 現在包括現時點 就算是 現時點 就已經講過了 號位上有些什麼呢 賣卡的 一些賣伏格也有 賣懷舊玩具也有 有些其他東西的 賣依爾峰 賣佛像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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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場都有 這個又不佳 如果你賣一些美式 專賣美式玩具也有 真的 這個是真的 專賣美式的地方 又不算很多 那換句說話來說 其實 現時點跟信火有很大的分別 現時點是很難去找到一間店 它是有一種很高的貨物流轉成 對比信火而言 因為信火而言 你說有船仔 即是宇宙船 宇宙船 大家都知道 它那個貨物流轉量很大 或者說 一個花生來的 不知道哪裏 Facebook都有人說 咦?日本流行的書 還是CD 這些是不是怎樣 日本流行的書 你都出來打行走光 我很多年 大家會想到 信火 他的舖 即是有部分的老舖 或者知名舖 他的貨物流轉量 是幾大的 即是他的交易壓是幾大的 但是反過來 現時點 沒那麼誇張 你看到店面 因為 你說賣卡 給個卡套再買十元 都毛利利 我告訴你 那些人都會做 當然啦 你說買食檔三番的 這個不介意 麥記都可以開這麼多選 明天這個場 他們不是交易為主 如果去卡鋪 那些人是打爹 跟老闆吹嘴 你去買RMA 那些店 跟老闆說 下個月出賣什麼 他們不是真的買東西 他們只是在聊天 那這個每個場都有 但你送貨比較少 不會有這種情況 送貨可能會買 現在的人一包兩包 你會看到很明顯 但現時也不會有這種情況 就是這個氣氛 你會爭很久 那又反過來 有什麼誘因令這件事發生呢 就是因為說 店租分別 剛才已經說了 那問題來了 如果你說 店租要加 加到加幅 可能是接近信和的 那你還有沒有誘因繼續來這盤 生意呢 那你開生意的 我不是開聊天會 不是開善堂 聊天會 聊天會就不關任何聊天 有關的節目事 那所以 就很疑惑 你不趕走 沒有人說自己不走 這個計算得很厲害 他說 入場費50萬 買了2萬多平方尺 全部都有4.2億 他計算數很漂亮 你見到西洋哥很漂亮 但我們 做不到先 這是一個很大的訊問 就是告訴你 剛才我講了幾次 現時怎麼會這麼旺 是這幾年的事 你一加一加租 那你一走 那不旺就慘了 還有 部分的約好像是12元 據我所知 所以其實 如果你真的 現在賣完 renew contract 你真的加租的話 別人就不租 那就變成死場 好像尖沙咀 湯漢幾多個鋪位 那些 三百多個鋪位 只有五十個鋪 其他全部都是有袋 招租 有個電話貼 請電咪咪咪先生 那些 三秒鐘即到 類似的感覺 怎麼說 旺角的鋪 類似的情況 好像銀城中心 那邊應該有一間 東京都 東京都 即是死場 這個死場 正常你做 很簡單 香港其實有情況 你做地產 即是製室炒 地鋪是好炒 商場鋪 地鋪你再死 都有人走 商場鋪你一死 就沒有人走 以及商場是一個整體 你的場 如果是死場的話 就完全沒有人租 即是 all or nothing 就算你一元租 沒有人來 因為沒有人來 沒錯 那些死場 不是叫一元租 例如說 頭一個月 頂頭一年一元租 即是你沒有說 宜時代表那間 即是你可能說 再過少許的東京都 這些都是死場中的死場 其實沒有人走 店舖基本上是十七九空 有店舖 店舖都不會開 不是的 同樣圖利 審水寶 你都是行黃金高登 無緣無故要回覆人 即可能隔離街 沒有人來就沒有人來 我告訴你 真是隔離街 你已經不是現時點 那些要走一段 八千里路雲和月 真是空卑切 怎麼辦 即是切都不行 即是你計算得這麼漂亮 我全部買了 套館有四點二億 但問題是不走不走 他現在就買了九成了 而且其實都幾荒謬 因為其實你說那個 他當年的買入價 其實97年的價 和現在的價 其實他買入的價 沒有什麼分別 你想想他買出的價 有分別 但問題是說 97年他們現在 當然你可能說 樓屎嵩那一排 但十幾年這個場的租值 基本上的物值沒有升 但他現在抬高 他拿去買 那買了那個班 就真的成為了 我只可以這樣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了 其實商場的舖 不是地舖的 你那個升幅沒有那麼誇張 即是我舉一個 大家可以搜尋到的交易為例 在一二年信 我有一個六百多尺的舖 那他是賣二千六萬 那他現在 那大家脫回 那就是四萬多元 一尺 那剛才他又說 現時怎樣 一個四十二尺的舖 一百六十幾萬 那脫回出來 跟兩年前信火的價 差不多 但問題來了 這塊磚頭 和那塊磚頭 你覺得值不值同一個錢 為什麼會值得同一個錢 我想不到有什麼可以解釋 那問題來了 當你租金相約的時候 還有沒有人租呢 舖花丁一樣東西 大家會想 剛才你說 一樓八一間舖 二樓八一間舖 沒錯 大家放心去找 你找到開門的舖 是有八十一間 每層樓的話 真的可以請你吃飯 因為現時有舖 是有人租來把東西的 是不開門的 難聽說句 那個是迷你倉 便宜些 是方便assess的迷你倉 因為迷你倉是工廠大廈 他在地鐵站旁邊 他在油麻地地鐵站旁邊 你方便去拿東西 所以說 他不是比迷你倉貴很多 但是 很方便拿 人家給多一點點 當方便拿 那抵回那條數 沒所謂 問題來了 迷你倉不會加倍 還有倉不會積人樂 所以以前有些位置是死位 就是這樣 因為那些位置根本不是賣東西 是不知做什麼 你覺得不知做什麼 實際上其實是放倉 然後說 他放倉是不是那些 擺Figure 擺Figure 擺不知道什麼 其實是 跟ACG是沒有關係的 擺佛像也可以 有一個廟宇 不是廟宇 好像是放狗糧的 有一個廟宇 好像有一個廟宇 有一個廟宇 好像有一個廟宇 有一個廟宇 這個廟宇很奇怪的 你知道就是 你就明白了 問題是 如果你一家租的話 就不要當你倉庸 那就走 所以現在最大的奇蹟的地方 就是 我們的聖誕禮物 會不會是一個死場 未到十二月搬 那就是一月明年就是新年 當然啦 到十二月有個別的租就完 應該就是 那實際上 會死多少場 或者搬多少個 就很難回答你 因為你說現在人流多 是因為有些泡 那些泡酒就沒有人流 正常是 那他有沒有一些很特別的泡 很吸引人流 我又不太覺得 即是很特別的 即是當是客戶後 那些人奉年各自 即是放工位過來 打打打打 那些黑戶沒有了之後 可能沒有很固定人流 因為平時的店舖 你訂開東西的 那你訂東西就訂東西 你不訂便會走去 是不是 其他環教店 你真的有空 可能星期六 去收拾東西才走 平時不會走 不會那麼密 那些貨流的金錢 不太快 正常來說 那些最大人流的客戶 走了之後 那你會變成死場 因為你變成了 那些窗戶 懷舊帽 那些不會經常走 那些貨流的 可能整個星期都是一樣的 不會變的 即是你會天天去PK 不是PK 即是八街 Paketson 即是你會天天去PK 舉例 去找成哥幫你天天賺 你不會天天去摩托街 即是他門口在擺專罰 你兩年去他都在擺專罰 沒有你頭不會沒有 正常來說 或者就算沒有了 可能沒有一尊 可能後面那幾尊 背景還是那幾尊 不會動的 那這些就是所謂的中古譜 那些問題 特別是賣郵票 賣鈔票 那幾尊 那些就不會 那問題是賣郵票 你覺得賺到多少 你突然間說要加了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走 所以這就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地方 沒有你頭 那場會變成怎樣 真的不知道怎樣 那有什麼解救呢 看而已 吃花生了 沒錯 是沒有解救 是不知道怎樣的 我們與線關根正代事情發展 因為這個上個星期 時維好像22號 就說這個投資者已經成功賣出 預計好像賣出了一百零幾個 不是 他說九成就是 超位認可 就是可能有一成的單位是沒有人 就是死位就死位 或者這個hold不放出來 不知道 不知道 這個 那anyway 總之就是 好了 那場現在放出來了 那但是呢 就重新我們講過的話 因為 有162個業權 鋪位 他只有122個 所以就不會 他拆掉了 再搞一個 反過來 你會想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他不把 剩下的40個買回去呢 那觀點的角度 大家有不同 有另一個看法 可以覺得就是什麼呢 賣122給他是一個大的業主 問題就是說 你買了剩下的40個 有沒有重建價值先 如果沒有重建價值 重建元都是變成對面的 死樣子 那沒有價值 那我買了40個 你不是田生的 田生就是 你這棟堂樓 買了老爺的單位之後 撥爆他 給市佔局再建 然後變成深水埗 千萬熊宅 是不是 熊磡那棟新樓 都可以叫做何文田三半 那有什麼問題呢 你明明黃埔花園都不是你的 你是墳場隔離 不是墳場 你是殯儀館隔離 那些 然後你說你是何文田 你沒事啊 那同樣道理 你不買了那40個 因為你買了40個 重建來都沒用 即是重建 重新包裝過 都沒用 那結果那件事就是什麼 摩貨了 買回來 轉手 轉一轉 買回去 撿個頭 搞定 典型的地產責任 問題是 他就脫了手 新買回來的那班 有怎麼坐呢 就另一個問題 如果沒有人做的話 不會理會的 超過轉了手 那間店是你的 那時候一定是長單 所以這個就可以 勾勾地頭 這個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租金應該會加 他說到 因為他要做到那個回報率 應該就一定價 正常你新買家買回來 是賣貴了 那我當然要加租 大哥 他說不會太吸引那本 即是賺就是 那位資深桌子 賺多 但我跟著買那批買家 也要賺一些 是不是 實際錢 也不講 而且現時的鋪 其實大小很不一 即是有些可以很小 有些可以很大 即是有些小小 大的八張桌 他小到四十幾又有 大到二三百又有 差十倍 那你說價錢 其實沒什麼可以的 即是你說小的那些 小到幾千元 大都是慢鬆些 不會說真的很誇張 你當吧 我不講實數 你當大概就是兩萬元 頂龍 加上管理費 問題來了 加完之後 如果 追得上淳摩 淳摩不講多少錢 我當你貴個好景 貴個好景 樓上 貴個好景 樓下 樓上樓下 知道說什麼了 不說就算了 那你說 那我租好景好過 我又可以韜一下人來光 我記得 我記得 原來阿基巴什麼什麼 抽業員來的 我可以韜一下人來光 怎麼都有生意過 在佛像譜旁邊 你自己想吧 AKB48 不是那個西瓜人 我記錯地址 不好意思 那這個就是 你想一下 你覺得會不會有人 那問題來了 其實那些泡會變成什麼呢 那些人會不會走到 我覺得走不了的 老實講 做這些 有多好做呢 你說做行貨 難聽一些講句 整個現時都做行貨的 做行貨有多好玩呢 其實就不算太好玩 行貨還沒來咯 行貨有死貨 那些是逼你吃死蟹 那些 那你會有多好玩呢 所以 不會很好玩 正如大家覺得 正啊 精品開倉 精品開倉都是賣死貨 沒辦法啦 有些不是死貨 你撿到就好東西咯 但是 你看到那場一定有死貨 你覺得這些東西會有人買的嗎 大家有不同目標而已 所以問題來了 喂 我還要這樣的舖租 去近這樣的貨 我要搬去順和 我又不夠人打 搬去耗警 我又要改個牌頭 改回到Akiba 夠了 夠了 做什麼呢 做什麼呢 搬去街旺又不知怎樣 那不如打柴算吧 難道你也叫我搬去複陣嗎 那就複街始終有你的啦 香港地 叫得旺的場上 還有一些舖位證的都不太多 最多你給我整班 不是有舖位證的嘛 整班一群搬去對面的舖位證 你有舖位證沒有用的 我的operating expenditure 比我那個rent 整個rent好太高了 那有什麼用呢 你的營運成本 你的租太貴 我根本都cover不到那條數 我做生意的嘛 你以為我真的開聊天會嗎 沒有意思的嘛 你賣卡的 你搬去荃灣好過啦 問題是有些在荃灣搬過來 那一群就麻煩了 搬回荃灣 難道有 荃灣長大的 這裏這麼多 問題來的 可能搬回其他地方 去回188 去回荃灣 去回其他地方 這個就是零作別論 或者現在你都知道 做網上點也會有人做 轉型也好 不知道什麼也好 零作別論 卡舖比較尷尬的地方 其他店舖可以看店 卡舖比較麻煩 因為卡舖的主要是賣卡 是交比賽 你交比賽有個地方 你的店舖不可以太小 是 你靠交比賽做活動 收入場費 可能收回代理的中間費 拿了一堆錢 你知道最主要收入 你剛才說信我 有些卡舖沒有了 有些卡舖搬了上市場大廈 你商業大廈一個單位 你又有位置擺桌 又有位置擺桌 你看到經常交比賽 交比賽 交比賽才有錢賺 你不交比賽 你其實很難賺到錢 你相信我租監部 難聽說 有些比我們宿舍更小 那你賣什麼 所以如果你這樣說 卡舖搬 你幾乎都沒有搬 因為卡舖太小 你現在要買貴一點也不行 卡舖你也可以搬 另外遠一點 深水埗長生那邊 深水埗長生那邊 可能有其他場 有些卡遊戲專門的場 那邊的商場 可能搬去那邊 但Figga那些 即是絕網上 唯有要 未必可以的啦 老實說 可能絕網上 我認為未必可以 那絕網上 打正網上 那沒辦法 這個就是 可不可以總結一句 叫做地產法權 又不行的 大家都有實物投資 香港是這樣 你說機械人去玩店 沒問題的 你機械人沒有說 我買貴格麥克 10年前 100元 現在買懷舊 可能炒到5萬多元 那沒問題的 店舖10年前 可能幾千元 現在買幾萬元 店舖20年都沒什麼動過 電視店的號 現在動了 現在動了 買那幫人動了 他買入的價錢沒什麼分別 我不知道 做生意 買入的價錢沒什麼分別 加了很少 10%也沒有 超少 他只有3%至4% 價錢有 但這就是很奇怪的地方 但有一幫傻子 用多了50%來買 正常想想一下 如果走開都知道 這個是勉強叫做死場 發生的地方 肯大手入貨的話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覺得中原銷都好 我知道 即是有店舖充滿他一些 總之 我們都是靜待事態發展 再次重新一句 今天講的全部都是亂說的 全部都是吹噓 沒有任何人 沒有任何影射 對 我們常常花生看 我們純粹講到去旅行去Akiba 沒有東西的 對 現時點沒有任何人認識的 對 全部都是流料來的 那流料又好 大家當作聽話 沒有人觀察推測 不等於事實 對 正如REC的先聽眾說 當42講話就可以了 聽得明白 聽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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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REC的那邊 好奇什麼叫42 Anyway 好吧 拜拜